今天我們會用鹽來做一個菜式 這個菜式叫做鹽酥肉 是炸的 如果你喜歡吃香口的菜式 這個菜式一定會喜歡 我們今天用的鹽就是海鹽 海鹽的特色是它的味道很天然 而且鹹得來是很香的 我們會用這個來醃豬肉 今天我們用這個就是柳梅 我們把它切了口捲 然後把它這樣開一條條 然後我們把肉醃了 平時我們醃豬肉都會用生抽 但今天我們這個鹽酥肉 我們就很強調它的鹽香 所以我們是一點醬油都不用的 全部用海鹽 吃下去就會感覺到它的鹽味很突出 如果時間許可 最好可以醃它有15分鐘左右 讓它更加進來 醬油我們不加 但胡椒粉和酒都可以加 令它的味道豐富一點 不會只有鹽 很鹹實的感覺 這裡我們用黃酒或者白酒都可以 然後我們放一點胡椒粉 這個鹽酥的做法 除了用在豬肉 你用做雞也可以 這樣就可以做成鹽酥雞 然後我們會加一些蛋 這個蛋一來讓它滑一點 二來待會就可以黏的生粉 黏得比較好一點 不用加太多 要不然它有一層很厚的蛋 就變成沒有那麼脆 這裡我們放它大概15分鐘左右 讓它入味 我們看看豬肉醃夠時間 現在吸收了調味料 我們就可以把它沾粉 傳統的做法 很多時候都是逐塊豬肉這樣沾粉 這樣有兩個不好處 第一 就比較花功夫 要逐塊逐塊做 第二 就是很容易粉會上得太厚 我們今天用一個很方便很方便的做法 你只需要用一個食物袋 將醃好的豬肉放進去 這裡我們有生粉 就是這樣上 這樣又不用逐塊逐塊 很輕鬆很舒服 而且又可以避免它上得太多 然後我們逐塊夾出來 你看到表面已經很均勻地上了那些粉 你學會了這個功夫 以後做這些蘸粉的工序 你就覺得很輕鬆很舒服 另外一個步驟就是 如果你嫌它的粉還是太厚 我們把多餘的粉清掉之後 再來一次 把多餘的粉拍散 因為我們需要的就是薄薄的一層粉 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淋入鍋子之前 就像我這樣 抖一抖它 一定不會太厚粉 不過也提醒大家留意一件事 做這個鹽酥肉 就要在炸之前才做這個功夫 千萬不要這樣上了粉 就放開它 遲些才回來炸 這樣豬肉的水分 一滲出來 那個粉就不乾身 就變成了 所以這個工序 一定是即做即炸的 這裡我們準備一些油 我們燒熱它 這個步驟 反而我們不可以省工夫 千萬不要想著 快脆了 整碟把它放進去 這樣它有時會黏搭得很緊要 炸出來的表面就不漂亮了 我們就足夠足夠落 不過其實都很快脆 我們讓筷子試一下 感覺一下油溫 這些是很基本的醬油方法 你看到筷子旁邊 一路出的泡沫 油溫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今天做的 是豬肉 始終豬肉也是比較難熟 所以那個油溫 就不要太搶火 用熱油 放下去 封住肉的表面 我們就要把火 略為收慢一點 否則豬肉就炸不熟 反而如果你是炸雞肉 相對上就容易長牙一點 這裡我們準備好一些 索油的紙 待會兒炸好之後 索一索油 它炸了定型 我們就可以攪拌一下 讓它炸到乾身 有很多不太有經驗烹飪的朋友 他們都很怕開一網油 用完之後 油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有些甚至以為油是不能用的 就倒掉它 其實是很浪費的 其實油用完之後 你只要給一個乾淨的碗 玻璃盆盆盛起它 慢慢在油裏的沉澱物 會再在碗底上 上面的油夠清潔 你可以一路儲存 繼續用 炒菜 煮其他食物都可以 現在聽到 炸的時候 有這些紫紫紫紫的聲音 就是代表它肉類的水份 在裡面 當炸至鑊油淨淨的時候 即是說已經沒有水分了 揮發了或者肉已經熟了 我們希望炸至每一條的豬肉條都是這樣 表面是有點金黃的 豬肉差不多熟了 我們可以準備撈上來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回鑊的過程 就是將現在的油再繼續燒熱 現在還有少許聲音是代表有水分 我們一邊燒到整鍋油都靜了 沒有水分了 我們先將這個肉條回鑊 這樣炸多一次,肉很乾身 表面是特別乾、特別好吃 這個回鑊的工序是可以應用在任何炸菜式上的 這個回鑊的效果是很明顯的 看到跟剛才那次是不同的 因為你第一次炸的時候 豬肉是帶著水分下鑊 所以你不會炸到它這麼乾身 如果你一次 但是當你一回鑊的時候 你回鑊的豬肉本身已經沒有水分了 所以出來的效果是很不同的 在這裡我們隔乾油 這個菜式也是要趁熱吃的 一冷了它就不會這麼乾身 不會這麼脆的 這裡我們準備少許黑椒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做的鹽酥肉 大家吃這個菜的時候 記得聖經的教導 聖經提醒我們 在世上要做鹽做光 如果鹽失去了味道 又怎能夠叫它再鹹呢 你覺得哪一種調味料是最好用的 是糖還是豉油呢 我就覺得是鹽了 真的很難想像 如果在烹飪裡沒有了鹽 食物會是怎樣的味道 古代的鹽 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 那麼純正的 是混了很多的雜質 所以當鹽分失去了 剩下一些雜質的時候 就淡而無味 那就要等了 耶穌也都用鹽 來教導我們去反思自己生命的質素 在聖經馬太福音 第五章十三節這樣說 你們是世上的鹽 鹽若失了味 怎能叫它再鹹呢 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三十四至三十五節這樣說 鹽本是好的 鹽若失了味 可用甚麽叫它再鹹呢 或用在田裡 或堆在憤裡 都不合適 只好雕在外面 有意可停的 就應當停 作為信徒 我們的生命 應該有什麽作用和特質呢 耶穌教導我們 信徒的生命要好像鹽一樣 在世間發揮調味和防腐的作用 要發揮調味和防腐的作用 要是如何 用無法抵抗 電視精靠的作用 連線